一段關係入面可以充滿誘惑 結婚是否一心一意呢? 很難說的 要找另一半不忠的證據 很多時都會找私家偵探 到底他們是怎樣看待逐艦這件事呢? 今集我們的頭炮嘉賓就是 我想是偵探社行業的一個 行徒大哥對我來說 就是King Sir 離婚不一定會告對方通姦 可能用其他的理由 不過有一樣的就是 他找了一個證據 我的伴侶真的出賣了我 他自己外面有他的派對 或者叫出軌也好 你說他是滾也好 或者包二拉也好 包三拉也好 都是萬別不利其中 但是有一樣東西就是 最終他們想找到一些證據 去證實真是一個事實 如果你根本已經明知道 對方已經有另外一個派對 或者已經出軌了 有一樣東西已經深照了 為什麼還要找我去查呢? 找我去查是只差一張照片的 我試過做過個案是發生了另一案 但是這件事是上過報紙的 那就是那個男主角找我去做接機 去機場接機 就太太回來香港 接著就看到有一個男子 就接了太太機 接著就沒有任何拖拉纜 但是我只能夠說 他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也都看不到兩個是一拼的關係 但是結果這件事 即是試隔幾天之後 那太太就被殺了 在今時今日我覺得 男女關係就是 如果要分手的時候 就不要糾纏了 如果真的完盡就沒有辦法了 我亦都相信人與人之間 是需要一個互信的基礎 既然互信 就跟大家分開 但是不要糾纏了 我眼裡見很多的個案 是因為在糾纏 這個糾纏是會令到 兩者的關係會更加差 本來可以挽救得到的一些東西 就因為糾纏結果就挽救不到 我做過一個比較奇怪的事 就是太太就和一位老闆的好朋友 就串在一起 那是老闆打牌的朋友 但是太太就和那位朋友串在一起 但是兩個都是偷情男女 但是最重要的是兩個偷情男女 他們的偷情前 都是有一個多兩個小時內 是在玩東西的 玩東西的意思是 他們兩個都預料被人跟 所以他們用盡方法去擺脫 是否男人做錯或者女人做錯 作為一個伴侶 是否不能原諒呢 是否入錯了 是一定不能接受的 那如果是你兒子 你兒子出去偷情 那之後 你是不是叫家嫂原諒他呢 夫妻關係好 男女關係 同居關係 他們都是有辦法去救回感情 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是你要找斯拉偵探 做了一個調查之後 我拍到一張照片 那個影像就黑了一個老女 是不能一生一世 不會忘記的 先用自己的方法去處理 處理不到 最終你需要一些證據 去bet up 要分手 那你才做 你不是想離婚 你就不要找我查